这个女孩被裹满保鲜膜 亮呛地从曲里跑出来 很快便被路过的警察看到了 他急忙跟警队报告 然后跑下来帮他解绑 听到了警察的声音 女孩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作为连环杀人案例 唯一幸存的受害者 警察很快根据他提供的线索 得知了他此前收到了非人折磨 也顺利找到了嫌犯老窝 17年后 女孩长得婷婷欲立 也顺利当上了警察 这天车上 他遇到一个奇怪的司机 他自称神探 并且后面还坐着三个嫌犯 可是等女孩往后看去 后座上并没有人 眼前的神探还在喃喃自语 女孩明白 他是办案走火入魔了 如今的他精神分裂 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人 好比眼前一男一女 他们都在央求着神探去救他们 可是在其他人眼里 就只有他一个人 在街上疯疯癫癫 可事实真是他幻想出来的吗 并不是 他们也确实遇害了 他们本是江阳大盗 杀人劫财无恶不作 这个女人接到男人电话 声称已经有人盯上他们了 女人自然是不信 自己做事滴水不漏 怎么会被人发现 就在这时 盘上的人突然戴上了口罩 他们从怀里掏出刀来 还不等女人反应过来 他们便直接动了手 原来这群人是一个团伙 他们一直以来 都是有组织的在犯罪 只见他们把人绑在箱子边上 泼汽油的泼汽油 喷漆的喷漆 等到事情办妥以后 为首的黑衣人点燃打火机扔了过去 随着一声令下 所有人迅速撤离了现场 这个男人很奇怪 明明是大晴天 他非要穿着雨衣 头顶还真一直有水滴落下 他来到一处天桥底下 这里密密麻麻写满字 他找到这里的一个中年人 竟然称呼他为神探 还说自己是下一个受害目标 此时神探终于想起来 眼前的这个男人 正是17年前的连环杀人犯 他祈求着神探能够救他一命 神探被逼得没办法 只得坐上他的宝马作假 带上男人一同去查案 神探认为有人在学他犯案 而在其他人眼里 他们根本看不到男人的模样 他们来到一处渠口 上面已经有不少人围观 他想都不想直接跳了下去 从河里打捞出一具尸体 不 准确地来说 是半句 尸体的主人正是眼前的男人 而在围观群众看来 全都是神探艺人在风言风语 他并不在意 骑上车就赶往下一个低点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 下一个埋尸地点的位置了 你能想到眼前这个满嘴包牙的女孩 是尤瓦萨出演的吗 是的 你没听错 他并没有找替身 而是实打实通过彩妆特效 还原出这个经典的形象 刘青云是这么评价他的 每一次他碰到危险的动作的时候 他好吃他一贯的着风 就是非常冷静 一遍不行 那就再来一遍 连导演都这么说 在电影《神探大战》中 他不仅再次挑战丑角 更是浑身是伤 十分触目惊心 面对采访 他也总是一副笑呵呵的模样 当有记者问到危险动作戏时 他说 当然了 在《神探大战》里 他有着非常不俗的表现 电影《神探大战》已在影院上映 香港颇具代表的演员刘青云 在里面则贡献出了不俗的疯癫演技 另外故事背景改编自真实案件 里面的枪战场面 更是令人热血沸腾 作为犯罪类电影 《神探大战》 点音猫眼开分9.0 逃票票开分9.2 2022年犯罪电影Top1可以说是至名归 同时也是少见的大尺度华语电影 不为了悬疑而悬疑 不为了反转而反转 不为了犯罪而犯罪 影片保留了党片特有的风格外 多位实力派演员出演电影 喜欢的可以影院走起